Lofi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以颜值和设计为卖点的品牌 手感的话其实相对于目前第一T对的量产键盘来说还是稍微逊色一些的 但是今天这一款Lofi小顺可以说是直接颠覆了我对这个牌子的认知 还顺带颠覆了我对矮轴键盘的认知 我实真没有想过有一天矮轴键盘上居然可以出麻将音 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小石子音 从结构上来说这也是市面上第一款矮轴Gaskey键盘 所以本期视频就和大家来聊一下 这把价值799的Lofi小顺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首先小顺这一次有黑白两种配色 白色使用线性的幽灵轴 黑色为提前大段落幻影轴 放到以前我肯定是推荐大家选提前大段落轴体的 但是凯华这款轴体的信手感做的实在是太独特了 非要找个使用时的话就像是焦底膜的热化油 然后在沙单上滑铲的感觉 并且可以说它是我目前用过矮轴键盘中最脆爽的一款轴体 可能这么说显得我有点没见识 但它就是目前我用过最棒的一款矮轴 键盘在外观上全链合金上盖CNC底壳冲压 冲压的底壳也是有一定缺点 就是在一些开槽或者转角处会很难做到平整 比如说我这款白色的小顺 在开关的转角位置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太平整的凸起 也是这把键盘为数不多的一些小瑕疵 在和洛斐官方人员沟通之后 说是到后版本会改进 所以大家上手之后也可以检查一下 作为一个以设计为卖点的品牌 小顺在外观上自然也是做的非常不错 右下角做了一个切槽 像入了一块落斐的金色名牌 在底部把矫层独立出来放置在了左右两侧 做了一个类似于拱桥状的支撑 底部两侧有RGB氛围灯 在空格下是充电指示灯 这些设计其实没有太多使用性 但是加上之后键盘整体的外观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 然后就是轴体方面之前已经有很多大佬 贾维斯或者三思君都有过详细的测评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去他们底下的视频详细了解一下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 牛逼 可以说它是我目前用过矮轴中天花板的存在 至于段落轴和现行轴该怎么选 我的建议是因为小顺的轴体是和外观绑定的 可以优先考虑自己想要的外观 到时候如果不喜欢这个手感 或者想体验其他的手感 键盘也是支持热插8的 在后续的购买中更换就是了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 千万不要手键去拆这款轴体 两边的卡扣是非常容易崩的 我这里就已经崩了一个了 当给大家做教训了 键帽这里也顺带给大家提一下 PVD材质但没有升华印刷 仔细看了一圈没有发现歪的情况 正常的矮轴高度 手感干爽丝滑 这也都做得非常不错 但是遮光性做的就非常一般了 开灯之后通过键帽 可以清楚的看到底下贴面灯的位置 这也是这套键帽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但是洛斐那边说是故意做成这样的 这个就看自己的个人审美了 好了 又就是大家包括自己也非常期待的拆解环节 这把键盘通过侧面的11颗螺丝固定上下盖 整体的拆解难度不高 铝合金上盖 PC定位板中间是硅胶和SPE的轴下垫 上灯为PCB 还有破龙的填充 上盖厚度1.5毫米左右 底壳偏薄 0.7毫米 Gaskey电片是硅胶材质 底壳通过反折作为Gaskey电片的支撑 但毕竟是矮轴 内部的空间比较少 加上填充拉满 所以是没有什么下沉空间了 底下的电池容量是2000毫安时 官方给到的续航时间是在关灯情况下6到8周时间 估计也就200个小时出头 可能考虑到续航 小顺只支持蓝牙有限的双模连接 并没有2.4G 所以延迟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放一下 文字类工作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导游戏的话还是得靠有限连接 蓝牙模式下偶尔会有可以感知到的延迟 总结一下这把键盘 定价799 可以说是预料之内 毕竟洛肥价就没有便宜的产品 相比起像之前1%那类更看重观赏性的键盘 小顺在高价位也确实做到了同类型产品顶级的手感 彻底解决了矮舟手感肉和声音不好听这两个问题 类似于办公室或者图书馆之类的场景码字 它都是非常适合的 如果你预算比较高 又想购买一款便宜的办公键盘 那洛肥小顺绝对是我非常推荐的选择 好了 那是每期视频的全部都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